3182大家进去议场的时候就也都知道会负什么法律责任嘛 那所谓的公民不服从其实也就是你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也就是我们也坦然接受这样的结果 太阳花学运 繁庭119人起诉 这里是人民的议场 我们挡住这个门 只要我们认错 退回这个符号协议 要在研究的实质审查为之类 去年3月判动全台的太阳花学运 以林非凡 陈维廷威瘦的年轻学子 为抗议立法院草率审查补贸协议占领立法院 之后更有学生转工行政院 甚至包围中正义分局 长达24天的占领行动 写下国内抗争史新业 经过10个月侦办 台北地检署昨天依妨害公务等罪行 将林非凡 陈维廷等119人次提起公诉 其中黄信被告等21人 分别以涉犯刑法第135条第一项 妨碍公务罪嫌 第136条是聚众妨碍公务罪 第140条第二项之侮辱公署罪 第153条第一款之善惑他人犯罪 以及违反几位游刑法第29条等罪嫌 提起公诉 行政院强调 有责任何义务 维护官署安全 不会撤告 并考虑向学生们求偿300万元 学育领袖陈维廷透过脸书表示 坦然以对但反对滥诉 更要求对施暴者究责 我们这些学生被起诉了 但是三二三三三二是那些警察呢 那些把群众打得头破血流 像打头像打西瓜的警察 请问那些警察该负责任的警察 到底被找出来了没 我这次是不起诉 那其实我前一次稍微有点失落 就是没有办法在 继续在司法这个部分 跟其他之前一起参与38伙伴 一起就是继续的战斗下去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